再来看到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9月30号落幕了 台湾友邦除了分别致函给联合国之外 也在会上替台湾来进行发声 在9月24号总辩论的第一天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就对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 表达了坚定支持 图瓦鲁总理戴斐利则表示 联大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 因此必须将台湾正式的纳入才能真正的不遗漏 而包括了马绍尔群岛 史瓦蒂尼 帛琉等9国友邦领袖 都发言肯定台湾贡献 呼吁联合国纳入台湾